而且中國還有一件事 你之前說的一條條路也沒有用 負利率 你知道為什麼我說負利率呢? 因為我之前看澳洲新聞說澳洲 澳洲發行3個billion的國債 然後就扔這3個billion的市場上說 你們這些人去投標 然後一共接了10個billion的billion 不如你拿舉手 我要買1000萬 然後我出價就是5%利率 因為我就覺得 哎呀 你想不說澳洲正東西 低一點4% 因為越低的話 澳洲政府就還得越少 你知道我才扔3個billion出來 你有10個billion投標 就肯定是賣出的 好像說有多少%就是負利率的 就是說我送錢給你 貼賣錢給你 無端端賺錢 澳洲政府不知道做什麼事 我發行國債居然有錢賺 理論上應該要連本大息還那個未來 要不是 還收多了錢回來 我不是很肯定我理解 不如你這樣說 這個情況其實就只有一個情況 就是說我如果這1000億或者這100億 我不用來買你 我不貼1億給你買你的國債的話 我可能這100億我放在任何地方 它試得更加多 只有這種可能 它是很複雜的 因為呢 凡是買這些 這麼大的金額交易的那些 都是那些對沖基金 退休基金這些公司 它就有一個Portfolio來管理的 Portfolio就固定了 你一定要買幾%國債 幾%這樣 幾%這樣 你不可以改它的 然後呢 國債裡面要買 你要買AAA買幾% AAA買幾% 全部的固定東西 它被迫著要買 你的基金經理就是要收到那張單了 我要買這麼多這些 買這麼多 就像買菜了嘛 要買幾斤豬肉 幾斤牛肉 所以不是這個前提 因為它手頭上的錢太多了 是啊 但是如果手頭的錢沒有這麼多的話 比如說我現在手頭上了1000億 我根本洗不完 我唯有送 但是如果手頭上這個時候只有100億的話 我們只有10億的話 那就不是這樣玩的 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 其實中國印銀仍然不是夠多 不是這件事 中國就印太多 所以才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中國的國債都很受歡迎的 我爸爸也經常說買國債 為什麼 就是它說 它有沒有買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中國國債現在有幾個利息 結果我相信也不會很高 但是肯定是不會的 它說幅那麽克正的了 幅是最近才出現的 中國國債收益 因為中國 我記得那個信用評級不是很高的 好像是BB加還是多少 不是 不是 是A級 我之前看過 它在歐洲上班是A級的 但是A級都忘了了 是啊 國家信用評級 你打算那些 也知道吧 A1 中國是A加 但A加是哪一個標準底下的A加 我剛才說三條A 你是AAA 跟著是AA加 你Triple A是澳洲 澳洲現在是AA 是A加加 是三條A 跟著AA 跟著AA 下面 不是AA 下面就要AA加 之後再是AA 就AA減 然後再是A加 是這樣的 因為我剛才說的那些基金經理就是A加的賣多少 AAA賣多少 一大堆東西 重點都不是這裡 重點是 如果你一旦有債務違約 就可能令債務評級降低 降低的話 基金經理可能就不用買你了 比如希臘這樣亂合 我不知道現在他還給了多少 可能基金經理就不看希臘的 反正你都不入我的投資資料裡面的 我就不會買你 那時候你就會發現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國債沒有人買 所以你沒有人買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還不起以前你欠的債 那就會出現問題了 所有的南美的國家 以前東南亞的那些 發出金融環境都是這個問題 你就因為借的錢太大 還不起 然後水運評級降低 一降低就沒有人買你的國債了 你老母 我現在發現了 其實拿到A 其實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是沒有去到A的 因為還不起嘛 發展中國家是沒有去到A的 其實基本上都是 就看你是B還是C 而且部分發達國家其實都是去到B的 什麼在意大利啊 美國好像都不是很高的 什麼意大利啊 什麼那個你剛才說的那個希臘 這些都不行的了 我相信西班牙都不會好的了 你是要發達經濟體 你的債券才是漂亮的 它的邏輯債話 為什麼我剛才一直強調 澳洲一定說要有盈餘 就是你一定有盈餘 你先將舊債還了 舊債還了來看你的帳 沒有什麼債 那你就優質的了 你都沒有人買錢 你真的一市不債 我還借錢給你 那我就是犯志 傻的 是啊 而且它要看你過往 就是說你一個政府是有discipline 我不會不停赤字赤字再赤字 我政府是會控制它赤字 你看美國 美國是AAA的 美國肯定是AAA的 不過跟評級不一樣 有些可能屌尺一些 不過降了一兩級 因為美國 因為它是國家評級 它做到軍事實力 金融實力那些東西 美國不存在破產的可能 美國政府不會還錢的 所以你說 說賺一市分數這件事 其實都不是的 美國你媽媽的市分數真的會在這裡 其實最關鍵的 它還得起 它還得起 是你有沒有能力還錢 所以剛剛我剛才說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 你好像廣州也好 深圳也好 上海也好 它雖然都爭著一大市分數 但是 因為它的還款能力強 它 即是怎麼說呢 就是說我賺得多 我花得多 它是這一種 但是中國它現在存在的問題就是 有很多很多的地級市和軟級市 尤其是地級市 地級市可能沒有負債能力的地級市 你老母你賺得雞稀稅這麼多 你還要花這麼多 你花完之後 你手頭上的錢你不夠花 你老母的臭稀就要借錢去花 所以我就說是這個問題 而且 但是你無論是地鐵也好 你高鐵也好 屌實在不行我就加價 是不是加錢 我那些高鐵要禁在多年 我一次價都沒加過 還有地鐵在北縣降價都沒加過價 不加產 那你加回一些有什麼問題 肯定沒有問題 就是我沒問題 阿爺他不加價 一例他可能覺得 未需要到加價的地步 二例他可能覺得 加了價 就沒覺得是錯 你說由開高鐵那天開始到現在還沒加過價 還沒加過價 一定還沒加過價 可能加了兩三塊 我四百多塊的票加過兩三塊 可能加很少 基本上可以忽略地鐵更加沒有加過價 地鐵是從我九七年還是九幾年 廣州市通過的地鐵到現在 起了這麼批地鐵線 講到地鐵一元一元的價都沒加過 哦 那你就不太離譜 北京還很便宜 不 北京是加了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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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加了什麼時候呢 北京應該是一四年以上 一四五年以上 加了價 加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加到像廣州的程度 是嗎 北京以前是兩元任搭的 要計站啊 怎麼那麼好呢 要計算多少站要給多少錢呢 是啊 那時候我都說上海真的貴啊 現在坐巴士都要計路程 是啊 所以 所以我就說你為什麼不需要這麼擔心 就是說因為其實它可調控的空間 其實很大 至少簡單的說就是我 廣州我就說廣州 我取消了你坐六站之後 打六折 而且還有最搞笑的就是 廣州其實老闆坐地鐵是不用錢的 是啊 那些老闆是發氣瘋子坐地鐵的 發氣瘋子在高峰期坐 唉 它不是發氣中蘇都會坐 它不是發氣中... 喂 不止巴士啊 發氣他都坐的 真可憐 我最發氣的記得了 我那時候早上 現在說回十幾年前的事情 我那時候在市北路上班 我要坐巴士 哇 你老母 我一輛道路一上一百三 逼得是 真的逼得是 是啊 整個是被女兒拿球逼在我臉上 接著呢 一過了中山醫之後 你部車就有位置坐 看病啊 那些老爺 對 那些老爺要看病啊 一百三他會停中山醫 一到中山醫站 那些阿爸就下車了 跟上中醫嗎 兩個同一齊 不是 那個省醫院 省醫院 省醫院就是對面馬路 你過馬路就到了 沒所謂啊 政筆醫院也下很多人 是啊 所以 Anyway 就是說 其實你沒有了 其實廣州那些公共交通工具呢 其實你要升價呢 其實它肯定是有 大家可以容忍的升價空間 嗯 Sorry 我說錯了 廣州之前 應該在08年之前 08年它是取消過一次優惠的 但是那個優惠怎麼取消 我就已經忘了了 它是取消了優惠 它是優惠 不知道是怎樣取消優惠的 我現在實在想太多 優惠反而就很少錢而已 我猜阿吉的考量就說 一定呢 就不可以給那些貧富大眾 這麼貴的 你知道 迫得巴士 迫得地鐵的都不是有錢人吧 你加它去駕駛 你不能把貧富大眾承諾 是啊 它這個考量是這樣的 不想有什麼政治問題 所以我就說 其實它要做的事情 其實它很多方面可以給你調價 但是反而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其實我覺得最危險的 是那些你又沒有了道 你又大洗 你花了的錢 又賺不回來的 那些全家產 但是你說好消息就是從100年開始 那時候這些家產就沒得再這樣玩了 而且現在你看 其實中國是沒想到辦法 是怎麼去做的